大家好 我是煌靈 這支影片用非常短時間講一下屬性技能的東西 講完我就要回去做生育影片了 先說月底戰隊戰 台版這個月底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會是打沒有弱點的BOSS 像是畫面上這支電火機 日版當時打這個月戰隊戰的時候是沒有屬性系統的 至於SONET會被搞事跳過這個月BOSS 或是把那些沒有屬性弱點的BOSS硬是裝上屬性弱點 以上兩個答案是 我不知道 再來 如果SONET沒有搞事 月底打的BOSS就是日版當時的BOSS也沒有屬性弱點 那也有可能會有軸神弄出日版當時沒有的高傷害作業 如果弄出來了 會不會有屬性技能的要求 答案是 我不知道 反正月底戰隊戰目前的情況 一片混沌 我什麼都不知道 接著回來看生育 以目前能打的進度來說 如果煉度是滿中滿 毫無破綻 只有風三之時會需要畫面上的風屬性HP強化 其他的技能點都不是必要的 但是各位玩家可能煉度東缺點西缺點 這人專武美滿 那邊粉裝少一件 傷害就會差一點打不過 如果你只差一點點傷害什麼30、60萬之類的 可以找到相應的強化技能點數去強化 像是這邊有一個很香很香的光物攻 如果有人光一之時或二之時只差一點 這個光物攻點下去應該是馬上就會過了 有些人可能會怕屬性技能亂點 月底會被戰隊戰制裁 對於這些人 我只想說屬性技能亂點的話 月底是有可能會被制裁 而如果你堅持不點 現在生育室一定會被制裁 除非你們戰隊排名超級前面 會長對各位的屬性技能有很高要求 不准你們亂點 不然我相信應該很少會有會長 會狠心把沒有留屬性技能點的會員提掉 大家打生育打得這麼水深火熱了 點一下屬性技能而已 沒那麼嚴重啦 為了各位的血壓著想 我強烈建議各位差一點傷害的話就去點屬性技能 結論 只要你不是很前排的戰隊成員 只要生育卡關傷害差一點點 我一律建議去屬性系統找找看有沒有相關的強化攻擊力項目 點了 可以立刻血壓下降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也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